而北京近年来也成为各国的建筑师 进乡这个比赛创业的实验场 像各式各样造型奇特的大楼都在北京出现 而台湾起家的这位知名企业家呢 最近也在北京市打造了这栋 号称是四季恒温中国最节能的绿建筑 据说连大陆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搭车经过时 都向随后打听这栋建筑的来历 三角形玻璃罩让四栋建筑仿佛盖在温室当中 标榜过程后将是全中国最节能环保的大楼 这栋位于北京京华地段的造型特异的建筑 甚至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都眼睛为之一亮 这一天入境这里的时候 还特别跟身边的随户打听了一下 让胡锦涛都侧目北京的怪建筑不少 但这栋市中心的绿建筑结合了鸟巢钢购 和水地方的环保薄膜 所有的新鲜空气是从地底下二层引进去 然后让空气产生自然的对流 那用这个造主的好处就是说 你只要进到这个楼 你可以享受户外的感觉 但是你已经进入室内 屋顶薄膜可挡掉六层紫外线 用电将减少50% 台湾起家的乔福建设 请出设计赤辣角机场 和北京第三航站楼的香港设计师 砸150亿台币打造这座环保城 结合公务中心办公室和六星级旅馆 还将大手笔在各个角落 放上超现实主义艺术大师达利的作品 价值至少50亿台币 让北京的市民以及各个国家来的观光客 大家可以来参观 然后即使没有时间到巴塞隆纳去看达利的博物馆 但是在北京同样可以享受他的作品 豪气宣示收藏品足以让这栋绿建筑 成为西班牙达利美术馆的北京分馆 台湾商人要让建筑不止引人瞩目 还要未来感 艺术感十足 这是环英成文芳 北京采访报道 参观